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,风起洛阳的叔父下线了 好舍不得呀,想看百里红一每天气他 风起洛阳的叔父柳香下线了 挺可悲的,也不过是没棋子罢了 谁也没想到,百里二郎八生叔父 直接给训山公送下线了,开个玩笑 以后就没有两个人同框,场面一度耿住的画面了 百里红一和叔父一起出现,总有种秘之幽默 无事,百里红一,训山公,面无表情,语气冷淡,横眉冷对 有事,百里红一,叔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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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一直觉得叔父还蛮喜欢百里二郎的 所以即使是一开始就知道艾耶死和叔父有关,也好像恨不起来 首先,大唐五周时代背景下的人这么注重李洁 但是叔父居然允许百里红一不喊自己称呼 甚至百里明确说了不想结婚,还是愿意侄女嫁给他 其次,就算发现百里在调查自己也不想杀他灭口 五四月一喊要见百里,叔父就这么放他走了 说明本来就不想杀他,账房外面也是故意透露想警告百里罢了 回门那里,叔父说你坐的位置你阿姨也坐过 一些一往昔,一些我看你很眼熟 还有,明明百里的借口文学那么辣 但是叔父也还是给面子,真的拖延住一点时间了 他其实和五圣人一样吧,觉得百里家是第一干净之人 虽然立场不同,但爱子女就想把他嫁给干净之人 他这种狡猾之人,肯定也看出百里正直可靠 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迁怒柳七,可以保护柳七 柳香对七娘,算是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了 叔父其实有几次以为是小百里是好 他都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开心的 结果发现并不是之后又很气愤 很难不说叔父也很欣赏他,人见人爱小百里罢了 叔父下线了好守不得呀,想看百里红衣每天气他 不顽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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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